有位朋友問說,可以分享你學習的歷程嗎? 要如果成為台灣電腦的十大高手之一 那個十大高手其實是1996年的一篇報導 真的是非常非常久的事情,請大家完全不要放在心上 而且不要認真,那根本就是做一個噱頭 而且在1996年當時他們介紹的是一些用WireWeb來創業的一些朋友 那WireWeb當時在台灣普及也才一兩年的時間 所以在那個時候的十大高手事實上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他就是可能在一個球類運動剛發明的時候 你是這個十大高手,可那個球類才剛發明 然後在整個社會上面參加這個來做創業的可能只有20個人 所以你是20個人裡面的十大高手 那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完全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所以就請不要放在心上 那學習的歷程我上過三個幼稚園,六個小學,一個國中 國中上了一年半,然後就輟學了 所以我在每一個學校大概剛好在一年或不到 那所以沒有做過暑假作業 然後因為暑假就轉學了 好,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其實對於體制教育並沒有那麼多的理解 也沒有那麼多的經驗 那再反過來講就是說 我都不會產生出跟我旁邊的人比較的這個感覺 因為首先都是轉學生嘛 而且第二個就是說還來不及產生一個社會地位上的比較 我又轉走了 所以這個情況我想對於我的學習也是有一些影響 那我學習的動機一直都是內在的 就是我想要看到某一個東西變好 或者是說我想要理解社會的某個成分 我大概是二、三歲接觸到網際網路之後 我一直很想知道就是 為什麼大家素昧平生的陌生人 在網路上能夠很快速的彼此互相相信 所謂的swift trust 然後一起在一起做出所謂social production 就是各自好像各自貢獻一點點 一點點可能就做出像維基百科這種 你不太可能預先著急一群人就做得出來的這種事情 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做的 那當然這個東西在當時根本沒有一個學門做這件事情 它是分散在各種各樣不同的學門裡面 大概七、八個不同的學門裡面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就得 有點像是你在這個半夜然後看星星 但是你要去的那個方向是沒有星座的 所以你旁邊有八九個相近的星座 可是你又不是這些整個星座都要知道 就是靠近的那幾個要知道 所以我想是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然後我去drive 我去就是去看preprint 去看paper 去追reference 但是一切都是因為說我想要了解這個問題 然後想要就是讓大家在網路上面 結合現實世界的這個組織的這個方式 不但更能夠被了解 而且能夠更有效 它就不會只是單向的一堆人聽一個人講話 而是它可以同時這個讓我聽到大家的聲音 也可以讓大家彼此互相傾聽 這一支是我的這個research topic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